这个女人名叫阿珍 不仅腹白貌昧大长腿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金大小姐 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产大亨高老祥 而这个男人名叫阿强 当杰妃也是被逼无奈 原本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 又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怀孕马上就要生产 工作也非常稳定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一次意外 让她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开始逃亡的生活 这天阿强被上次要求 将500万现金带去银行村下来 半路上阿强突然肚子疼 着急上厕所 正好这时遇上堵车 阿强就下车解决去了 可是等她回来 就发现同事和司机已经狗带 500万现金也被劫匪抢走了 很快阿强就被带去警局问话 因为在场的其他同事都狗带了 只有阿强什么事也没有 虽然阿强极力解释 自己刚好肚子痛 去上了厕所才逃过一劫 可这并没有人相信 他们都认为阿强和劫匪是一伙的 阿强被气得再次闹肚子 面不知眠的阿强被禁止去上厕所 只有说出时机才能离开 这时老板也就是地产大亨高老乡 出现在警局 阿强立马跑过去 希望老板能够为自己作证 可没想到的是 老板只认前不认人 因为是阿强存钱路上发生了意外 所以他将所有责任都拐在了阿强身上 阿强不敢相信 自己为公司艰苦打拼十几年 一点信任感都没有 心灰意冷的他坐在椅子上 任凭警察怎么打他 他也不说一句话 此时阿强妻子来到警局 他坐在凳子上焦急不安 由于警察不让阿强去厕所 他只好不再忍耐 在裤子里一泻千里放飞自我 随时而来的 就是把警局的人都寻到走 突然妻子肚子也疼痛难忍 被立马送进了医院 阿强也跟了过去 守在手术室外的阿强心急如分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经过漫长的等待 医生走出来告诉他一个不敢接受的事实 原来妻子本身有心脏病 导致难产去世 孩子由于早产 必须放在医院的保温箱里 本以为这已经很散了 没想到更惨的还在后面 高老乡认为阿强手脚不干净 借过了他 还扣了阿强的工资和80万的供给金 最后派人将他认出公司 阿强不甘心 这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案钱 为了孩子 他必须把钱要回来 晚上他冲到高老乡的豪宅 想要抢回自己的供给金 可门都没冲进去 就被保镖拦住 胖揍了一顿 高老乡不但没有给他钱 反而还给他安了一个 私闯民宅的罪名 还说要打电话报警 阿强被逼急了 抢过保镖手里的枪 开始威胁高老乡 但是这其一对一的场景 不就是强行所难吗 就在关键时刻 高老乡的女儿阿珍 刚好回家打开门 就被阿强挟持住 他知道自己暂时拿不到钱 便威胁阿珍开车 将自己带到藏身的骨炸里面 回到骨炸后 阿强显示用黑丝 将阿珍绑了起来 然后一边喝酒 一边告诉了阿珍 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一边说 自己是卑鄙无奈 现在只想要回 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只要他父亲答应自己 马上就可以放他走 然后又一边瞅着阿珍的脸蛋 这个混蛋 证人是一点也不知道 脸相喜悦 随后阿强给高老乡 打电话索要赎金 表示自己只要八十万 就放了阿珍 谁知阿珍接过电话便说 喂 爹爹 我没事啊 不过他说现在要一千万 他还说如果你报警 就撕票 有没有搞错啊 我何时说要一千万 你又没有搞错啊 我条命 怎么知只一千万啊 我累之了 只二十万 那么吹吹被人笑啊 原来阿珍通过 昨晚的深入交流 发现阿强的为人并不坏 所以便动了侧影之心 既然阿强已经违反了法律 那为何不多要一件 反正我爹 有的是钱 凹准我的姓名 怎么可能只值八十万 你说兵线是在 变相侮辱我 传出去可是要丢死人的 阿珍这果然是实力坑爹呀 阿强听完也没有办法 只能死马当火满意了 隔天阿强约了一个地点拿赎金 刚老乡说好不报警的 却让警方包围了这里 为了拿出赎金 躲避警方的视线 阿强急事地混入了友情队伍里 利用群众掩人耳目 成功拿到了赎金 虽然警方很快就发现了赎金不见 并第一时间触动出了阿强 但阿强为了救孩子 竟爆发出了惊人的求生欲 因是甩掉了大部队 只剩朴警官勉强能跟上 为了阻止阿强再次逃跑 朴警官主动扣动扳机 结果却因为轻视眼 舍外打死了一旁的女大学生 朴警官吓傻了 阿强成功逃出了警方的包围圈 回到了老宅 准备质问阿珍 为何出卖自己报警了 不料却发现阿珍振脱黑丝逃走了 就在阿强四处寻找阿珍的时候 阿珍抬起眉腿 一击就把阿强提晕了 其实阿强是装匀假意不敌 因为他很清楚外面的快艇没电 果然任凭阿珍用力拉扯 也启动不了游艇 眼看阿强就要追上来 阿珍只好选择跳海逃生 谁知关键时刻 没腿抽筋 善良的阿强只好跳下去 把他救了起来 奈何自己勇气也不太好 深吞了好几条小鱼 经过这次的生死相依之后 两人互神情愫 关系也更近了一步 两人回到家看新闻时 却发现朴警察 竟然把女大学生的死 赖在了自己身上 原来女学生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就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现在阿强又多了一个 傻人犯的罪名 愤怒的阿强将所有事 都散在阿珍身上 他大声怒斥道 如果不是他的话 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而此时阿珍伤心的哭了起来 父亲竟然不顾他的危险报了警 两个伤心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缓革 隔天一群反抗者 来到搞老乡的地产公司讨要说法 争吵过程中 一名勇敢的青年冲上来 把高老乡痛成重伤 真是干得漂亮极了 另一篇看到新闻的阿珍非常担心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阿强却开心地在一旁 他认为恶有恶报 阿珍恳求他带自己去看父亲 阿强嘴上说是不同意 但还是心软带他去了医院 阿珍劝说父亲放弃控告阿强 可父亲却坚持说 一切都是因为他 如果不是他 自己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阿珍更好的生活 阿珍无法理解父亲的想法 他得知恐怖分子为什么会刺伤父亲了 阿珍彻底对父亲失望 而一旁的检察官质问阿珍阿强究竟藏在哪里 阿珍很想信用没有供出阿强 他走出医院可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逃脱后的阿珍为了替父亲赎罪 刚好看见几天没有吃饭的老奶奶 饿晕在路边乞讨 于是阿珍便 可阿珍转身就发现自己打车费也没了 便想要拿回五百块打车费 谁知 哎不知道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也许这个世上穷人也不一定是好人 老人也不一定指人图报 女孩子还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呀 身无分文的阿珍只好走路回去 可没走多远 他意外发现了嫖警官的踪迹 难怪嫖警官没有跟来 原来他一直在暗中监视阿珍 接着的阿珍大汉非得逃过一劫 随后便遇见曾绑架过自己 现在唯一信得过的人阿强 阿强把他带到酒吧喝酒谈亲 交情过后两人的关系更加进了一步 突然酒吧里的恶霸男 看中了漂亮可爱意义击棒的阿珍 他们想欺负阿珍 关键时刻 阿强逃出玩具枪 把在场的混混吓得半死 还让阿珍一一教训了他们一番 可过瘾了 随后阿珍混入医院将儿子偷了出来 他们回到故宅生活 阿珍因为和阿强混在一起 也一并成了通缉犯 但善良的阿强很疼爱阿珍 整天给阿珍按摩他的眉腿 这一按就是一年 不过他俩从来没养过孩子 于是他们温柔地打结了一家幼儿园 请教老师如何给小孩充奶粉换尿补 两个人在带孩子的过程中 感情开始慢慢升温 可时间一长 阿强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很难维持现在的生活 这天两人去餐厅吃饭 看到旁边一个土豪大哥出手阔绰 于是打起了大哥的主意 无奈他们根本不是大哥的对手 大哥看两人打结还拖家带口 史书可怜 临走时不忘给了他们一袋钱 还送了一把AK 凹姐还是真强 没想到第一次打结这么顺利就成功了 两人决定从此做一对有正义杆的强盗 就这样 两人晚上做你们不爱看的广播体操 从第一套广播体操做到了第七套 白天呢 两人就去抢劫 抢来的钱就拿去解父鸡瓶 日子过得自由自在 之后两人当着前妻的依照结了婚 阿强可不是渣男 他结婚可是经过了前妻的允许 之后两人打结的生意越作越大 成了非常有名的雌雄大盗 甚至当众抢劫绑架警察 为老百姓出气 阿强甚至连自己的uncle都不放过 他们逼着uncle说出了自己的罪行 连警方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因为群众都支持他们俩父亲 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险呢 两人回到古宅后不久 朴警官带队开着游艇追了上来 阿强和阿珍准备好装备 双方开始叫火 一时间子弹横飞 阿强不小心中弹 之后阿珍也负了伤 两人互相搀扶回了屋内 阿珍的父亲焦急赶到现场想救女儿 但为时已晚 他们将孩子放在船上挑到河里 只让父亲抱起孩子 看到了上面写的话 希望父亲能好好照顾孩子 自己这辈子也终于想到了自己想干的事 父亲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留下了鬼恨的泪水 与此同时 警方的直升机挺到屋顶 开始扫射屋里的两人 两人互相拥抱在一起 满身鲜血 子弹朝他们身上飞去 一会儿警察冲进了屋内 看到了抱在一起的两人 帮忙检查上去 看到了抱在一起的两人 帮忙检查上去将他们分开 我只的手雷也被拉开 两人终于闭上了双眼 巨大的爆炸 重点的火光 笼罩了整间房屋 他们也为社会解决了一大祸害 影片到此加热而止 这是上映于1995年的一部犯罪戏剧剧片 《我是一个贼》 由上世纪末最性感的男女双星合作出演 不得不说 求书珍的肉体是真的美好 令人羡慕不已 求书珍前半段几本都在扮演花瓶一样的千金大小姐 一个漂亮的花瓶女人 后半段两人携手作最有真意感的强盗 劫富济贫 沉恶扬扬善 浪人热血沸腾 不过结局却悲惨了一点 而这对夫妇体现出来的内涵 成功地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制作传达 这和好莱坞的情侣不一样 要知道 求书珍和愣达花在荧幕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王金的作品 这是神话 求书珍令观众都爱上了她 最后小伙伴可以按下暂停 看看你选择哪位靓女做老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讲的故事 那就关注我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